我们所需要的材料有卡纸一张 剪刀水彩笔和夹子 首先我们需要把小兔子从卡纸上面撕下来 一点一点的撕好后 我们拿出水彩笔 给小兔子涂上自己喜欢的颜色 涂的时候注意慢慢的涂 不要留空白或者涂出去了又要涂好后 我们从嘴巴中间把兔子分成两份 一份粘在夹子上方 一份粘在夹子下方 这样会说话的兔子就做好了